這是以前的關東興 在他的旁邊有一個熱架的水煎包 這間水煎包沒料很簡單,就是這四種 老闆本來是在做客人家手機 有一天因為塞料太疼去弄到一個年輕人 叫做林文海 林文海他們在台北的豬華街做水煎包 他跟他弄一個阿山兩邊做好朋友 總之以後就去豬華街跟林文海搭三天 林文海觀察他一年半了後說好 這樣我告訴你怎麼做水煎包 這間店不是雞人有名的白鯪店 他的水煎包當然都是皮薄現多 當然海邊要煎到金黃色,如果沒有還拿著回來,繼續煎 當然海邊要煎到金黃色,如果沒有還拿著回來,繼續煎 一定要台灣的黑鯪店 一定要台灣的黑鯪店 如果隔離菜,記得購買,當然就是台灣的最好吃 如果比較喜歡吃冬口味的朋友,這樣他的古菜煎包一定會煎 如果比較喜歡吃冬口味的朋友,這樣他的古菜煎包一定要煎 你買兩顆嗎? 對 我現在是六年一顆的 南韓菜的芝麻,有記號白芝麻鮮肉 那有記號,放我們再加上,雞管提起來 然後就這樣 這兩顆看,想要說什麼 白芝麻是鮮肉 白芝麻是鮮肉 黑芝麻是韭菜 黑芝麻是韭菜 對 高麗 高麗 菜肉 還會熱 人家會不會熱 人家會不會熱 要等 好,來 現在還特別設計 現在我們不用擁就對了 黑芝麻是韭菜包 黑芝麻是韭菜包 這餐料在那裡 要自己去那裡看 你要去那裡看 要自己去那裡看 哦 是這樣喔 了解 哇 包的不太太 不太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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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剝開來就知道 太熱了 要把水 對爆香 不太太 不太太 這間的水 煮煎包皮 真的進步 而且老闆 會吃也很脆 所以在咬的時候 全都要注意 咬下去 小心 會爆香 放得哀哀求 真的 可以看到的七八的人 也不會出風車 也不會出風車 對